确认身份填写相关资料 新北市市政顾问黄桂兰亲切接待长辈 协助领取救济物资 虽然只是简单的生活必需品 但对于经济困难的民众 就像是一阵急时雨 很多弱势族群 比如说比较清寒的 然后他不一定能够申请到低收入户 有些门槛他可能没有办法达到 可是他真的是比较清寒 那我想要清寒这一块的话 我们也要去关怀 新北市卢州区民众服务社 结合黄桂兰服务处 号召多个社团 共同举办爱心物资发放 包括酱油 罐头 白米等生活物资 一应俱全 志工们一早就忙着打包 方便民众来领取 一季有150份 然后在这些弱势家庭里面 有些是独居老人 有些是单亲家庭 那在这些人员里面 能够来到现场领取的 就有来现场 你不能到现场的 有我们一些志工朋友 就纷纷的一一送到家里 由于社会上还有许多清寒家庭 为达低收入户标准 为了照顾他们 黄桂兰秉持服务精神 持续奉献爱心 希望让他们在中秋节前夕 能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 凯博大台北输卫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 如果大家要去帮忙 真的可以走着 ific键 组